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一集的又怎么又是星期六呢 要给大家讲一些潮语 就内地的一些流行语 潮语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玩微博 微博除了一些大明星玩微博 因为有人就关注他们 除了大明星玩微博之外 也有很多人就喜欢在微博上面 贴上自己的一些生活琐事 他们即使不是大明星呢 也愿意贴上自己的一些生活琐事 那在内地就称这些人为微博客 微博客 微博里面很风骚的人就叫微博客 微博客包括什么人呢 比如说有一些是少女 有一些就是中年男士 他们就喜欢在微博上面 贴上一些琐碎的事情 比如说你去一间餐馆吃了饭 就拍下那些食物 或者是家里买了一件什么东西 拍下什么 然后就可以贴在微博上面 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 那就希望有人关注他们 这个就叫微博客 好还有另外一个 现在流行的潮语是什么呢 是什么人是呢 这种就是流行这个维生素小姐 维生素小姐 维生素就是Vitamin 这个维生素小姐 什么是维生素小姐呢 当然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喜欢减肥 都爱这个减肥 那内地现在很多女士呢 她们到了午餐时间 就到了一杯开水 拿出大罐小罐的维生素 她们就不吃正餐了 就吃这些维生素药丸来代替正餐 这个就是她们说的所谓什么科学减肥 或者是内在调养 说的真好 这就是内生素小姐 好现在内地还出现了一种人士 什么人士 那就是湖南 湖里的湖 湖里的湖 湖南 什么是湖南呢 这个湖南 原来就是一些先人都男士 他们就很有生活品味 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平时就爱喝咖啡啦 看看时尚杂志啦 喜欢购物 喜欢买保养品 把自己打扮的 叽叽喆喆 自己把他打扮的很 这个很帅很干净的 这个就叫湖南 这个湖南倒是很受女士欢迎 因为一般的女士都觉得湖南 他们是温柔体贴的男朋友 不当然也因为这些湖南 他们的实在是外表太喜欢打扮了 所以也有些人就怀疑很容易被 湖南很容易被怀疑 是同性恋男士 同性恋的男士 这是湖南 好 内地还有流行一个潮语是什么呢 是这个吃瓦片 吃瓦片 吃瓦片 食牙瓶 那什么是吃瓦片 这是谁呢 这个吃瓦片的人也就是房东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内地房价很高 那就出现了一批租客 就很多人是租房子的 每到月底呢 他们就说吃瓦片的来了 吃瓦片就是那些房东 因为他们就是靠吃瓦片为生 就靠收租为生 就是吃瓦片 还有现在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这个庄庄族 庄庄族 庄庄种什么是庄庄族呢 其实顾名思义看到这个日子就知道 庄庄族呢就是那种喜欢庄的人 他们庄什么呢 他们就庄有虚荣心啊 庄有钱啊 庄自己是贵族啊 没事忙也庄忙啊 感情上呢就庄努力 女人呢又庄可爱 庄可怜 这些就叫庄庄族 OK 希望这些潮语对大家有帮助 下个星期六的又怎么又是星期六 我们再见 为什么 这些潮语大部分 这些潮语啊 是星期六的又是星期六 你能有十足吗 那我看看到这些潮语